今天分享牛肉简单要好吃的做法 不管做汤还是烧着吃都非常不错 准备两块牛肉 我这里大概是700克左右的牛肉 把筋膜去掉切成小块 装在韭肉机里搅成肉馅 稍微搅细一点 放在大盆里 加入一勺盐 姜末 胡椒粉 分次少量的加入葱姜水 提前把水冰冻一下再加进去 最后加入一勺蚝油 顺时针搅拌至上劲 然后再用力摔打 大约8-10分钟左右 等到肉变得发黏 有这种拉丝的状态就可以 再准备50克的土豆淀粉 用冰水化开 水量不需要太多 淀粉化开就可以 然后再把土豆淀粉分次 加在牛肉里面 抓捏均匀 然后继续摔打 等到牛肉成团 变得更有粘性 像这样的状态就可以了 取适量的牛肉抓一抓 锅中烧开水 锅底有密集的小泡泡 再把牛肉加进去 开小火 慢慢煮开 把浮帽打掉 继续煮5-6分钟左右 再捞出来沥干水分 放在保鲜盒里 分装冷冻保存 吃的时候不需要解冻 和蔬菜一起煮一煮 做成简单的汤 给家人喝都非常不错 喜欢视频的小伙伴 别忘记点击关注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